日理政公所推动自强路拓宽工程 却独漏罗姓陈珠户地上座物的茶沽征收作业 为了让自强路拓宽工程可以顺利进行 镇长龚文郡会同的国产署人员 到现地茶沽帐粮 茶沽地上物 并且将依照县政府的规定赔偿给罗姓的屋主 让拓宽工程可以顺利完成 自强路拓宽工程用地范围内都已经完成 珠户拆迁补偿 不过却独漏罗姓陈珠户用地上的高经济素材 铺上润的镇长龚文郡亲自带领农业客人员 会同国产署到现地足以清茶葬粮茶沽 准备依规定补偿 由于罗姓屋主是国有财产局的合法陈珠户 房舍及他所种植的楠木等据经济价值的数目 当时却为获得工程用地拆迁补偿 也使得自强路拓宽工程无法顺利进行 这公所也面临就地结算的问题 因此镇长龚文郡也赶着补办地上物查布作业 并且也将依照县政府的规定给予屋主补偿 让工程能顺利进行 今天我们就是依法来做盘点以及丈量 那么对于这些数种未来的移除的补偿 给补偿 那让民众也能够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 那公所能够合法跟合理的这个支付的情况之下 让这个案子能够顺利来落幕 那不管是在公务的执行 或者未来我们一里镇道路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安全训 都能够得到圆满的一个解决 内政部营建属于县政府的支持 补助政工所400多万元 进行自强路拓宽工程 却因工程用地拆迁补偿 独漏一户而差点就地结算 镇长龚文郡除了是感谢罗信住户的配合 与体量也将尽快完工 一例后续包括沿舰开通至新兴街工程计划的推动 早日打通郑区交通的任督二脉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